靈體製作的朋友大家好,我是Sero 6月6日,Diablo 4就會正式公開發售 不過如果買豪華版的玩家 其實6月2日就已經在玩 當然,我當然是搶先那班 但我知道大家都不會有那麼多時間去玩遊戲 所以我就綜合了幾個必須要知道的知識 讓大家可以追回上進度 立即開始,今次的Diablo 4十大新手攻略 第1個重點,當然要提到你開伺服器的時間 6月6日正式公開可以玩 但要留意,因為今次的日期以美國時間為準 所以真正的回復時間是香港6月6日早上7點 記得遲一天早一點睡覺 然後教定鬧鐘,一開伺服器就進去霸位排隊 第2個要說的話,當然是開放選擇什麼職業 今次職業一共有5個 野蠻人、死靈法師、魔法師、刺客、特奴義 除非你是對某個職業很有情懷 又或者是打算慢慢體驗遊戲 否則一律都建議魔法師和刺客做首選 原因是這兩個職業不是太受裝備影響 法師的傷害固定,而且有遠程攻擊 亦有大量的空場和補免手段 而刺客普遍是攻擊力最高 所以真的要玩的話,用這兩個職業來做開放就會比較好 第3個重點是關於遊戲設定 今次的遊戲難以到就叫做世界等級 預設的時候都是世界一 剛剛開的角色最高就可以去到世界二 但世界一和二其實都差不多難度 但經驗值就多了20% 所以記得一開始的時候,最好就先轉了 第4就要說打任務的次序 主要得到經驗值的途徑 除了殺怪之外,就是主線、地城和支線 而主線的經驗值是最多的 地城和支線都是根據等級而計百分比 所以盡可能都是完成主線去到打不到 才考慮到支線和地城任務就最好 第5就要說前期有兩個任務是一定要做的 分別是職業傳奇任務和藥水升級任務 前者是今次的新系統 每個角色都會有自己的特別系統 會令到角色的玩法和技能都很不同 例如魔法師這個就是全部魔法都可以選擇來加強 所以很影響整個遊戲的體驗和升級速度 開到這個任務的話,記得要馬上做它 而藥水升級任務就更加不用說了 除非你真的很想死,那就不要做了 去到第6點就要說一下移動相關 雖然今次一樣可以開傳送點 但open world 的確有點大 除了傳送之外,後期都可以有座騎 不過座騎任務就會去到第4章 所以前期就不要遠了 不要打算找,乖乖地自己慢慢走 第7點就最重要了 就是假如未決定玩什麼平台的話 我一律都建議玩Xbox這個版本 首先今次Diablo要開到最高畫質 電腦的配置的確是要挺高的 就算是4090,有些觀眾還是會有點疾病 更何況不是那麼多人都有那麼高配置 所以買一部Xbox Series X來玩就非常好 現在Xbox Series X還有Diablo 4的套裝優惠 套裝就包含了Xbox Series X的主機 黑色Xbox的無線手掣 高速HDMI線 Diablo 4的數碼版遊戲 還有持光者坐騎和信仰坐騎規格的裝飾馬衣 另外還有Diablo 3、魔術世界 Diablo那款Remaster的遊戲內物品 整堆東西加加起來都只是4,299元 再配合Elite手掣就更加得心應手了 因為用手掣玩還有幾個好處 例如收拾東西可以按一個按鈕就算了 而且今集的技能系統可以出的技能都是有限數目 設計上都已經方便了用手掣按鈕設定 而且就算玩PC版 一插手掣那一刻都會自動轉到手掣控制 極度之這麼方便 這些要長時間乾的遊戲 當然是拿著手掣 想梳房或是床玩 比用鍵盤、鍵盤、鍵盤、鍵盤 它就會通知你可以做世界等級任務 剛剛也說過了 這個是有影響升級經驗的 所以一看到不要猶豫 記得先做了 而另一樣就是現在Diablo 3 到世界3 就會瘋狂地高 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要初期打什麼裝備 用心沖過主線 到世界3慢慢弄你的裝備就最好了 最後一點就是10點一定要提醒你的 亦是今次新手攻略的最重點 就是記得要訂閱靈製作 因為可以加入我們一起拆裝、一起賣裝 還有我幫你看著市價 你知道Diablo對我們來說是賺錢的遊戲 所以記得訂閱頻道 和我一起玩Diablo 4 今次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Diablo 4的世界再見 拜拜